十年前王刚意外砸碎了网传两亿的文物 结果不仅导致该节目停播 池宝人还将王刚直接告上了法庭 那么王刚到底有没有赔钱呢 首先这档名为天下收藏的节目 原本是想要通过专家的科普鉴定 来帮助大家分辨文物的真假 如果鉴定为赝品 而池宝人又不宣布退出 那么就会当场被砸碎 2012年一位幸福的男子 带着一对甜白又鸭手杯来到节目 结果被专家鉴定为赝品 而这对杯子也被当场砸碎 之后该男子并不相信是赝品 于是就拿着碎片到别的地方去鉴定 结果在鉴定了几次后 均被鉴定为真品 甚至还传出这件文物至少价值两个亿 之后该男子一怒之下 直接将节目组和王刚告上了法庭 结果此事一出 该节目直接宣布停播 而王刚老师的名誉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直到2020年 这件事才最终有了结果 当年你那个杂宝 说杂了一个两一的宝贝 这个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假的 至于说杂的是赝品 然后赤宝人呢 后来诉诸法庭 经过一审二审终审的判决 他败诉了